好哈喽小伙伴又到了周五啊 那个达民伴跟大家去讲这个拆解药片的时候了 在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车辆呢 是我身后这台XC40就是沃尔沃的 这个纯进口的 的确呢其实沃尔沃的说呢 我们也拆过不少了 但是之前呢都是别人给拆的 这也是算是自己第一次亲手动手 然后去拆这台沃尔沃的XC40 其实还有很多的设计的很真的很精巧 相信呢很多如果说这台车感情小伙伴 可能是不会自己动手 但是呢我这块呢也是想更多是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XC40它里面设计一些比较精巧 或者是比较精密的地方嘛 好那现在跟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ok好我们还是新说前杠 前杠已经都拆完了 对就是在那个位置啊 上海哥在这背上的没关系啊 好我们来说一下前杠吧 前杠呢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啊 说就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 它全车的卡扣啊就是这种卡扣 用料是很好 就说又软又紧 就是它的精度以及它的材质 用的是比较比较讲究的 好那如果拆解的话呢 先把这一辆给拆掉 然后呢把下面螺丝拆一下 然后这个前杠一共是有两个比较难的地方 第一点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家看呢 这个界面是比较宽的 所以说呢它是有两颗螺丝 只有两颗螺丝的 下面这个螺丝是比较好拆的 但是上面这个螺丝是超难拆 想拆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需要从这个位置看啊 就要从这个位置去掏进去 当然我相信如果在工厂装配的话呢 人家应该是有一个专用的工具 所以说呢我们没有专用工具嘛 所以说这块这个螺丝是非常非常难拆的 这个是不太好拆的一点 这两边呢都拆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连接的是杠皮的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啊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卡扣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小舌头 小卡扣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如果说你要想拆的话 那根杆锥从这按一下 然后这一个卡扣的就从这个槽里边出来了 然后整个的前杠呢基本上就拆下了 前杠不算是特别的难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颗螺丝和这一颗螺丝 这个就是这颗螺丝和这个卡扣啊 如果说都搞定的话呢就是OK了 好我们现在呢去后面看一下 那后面呢设计的就真的啊 就很很牛啊 真的设计的是很牛的 首先呢当然还是有相应的一些 简单的螺丝啊简单螺丝 下面有几颗螺丝 旁边呢这边的有几个相应的卡扣啊 这个是比较常规的 注意一点 大灯是不用拆的 大灯根本就不用拆的 我们一开始还费了半天劲啊 说想给拆了 然后结果还是挺紧的 大灯是不用拆的 然后就是这一个位置 这一个位置大家看到啊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小的小舌头一样的东西 那它对应的位置呢是后面 这个杠皮同样一个防擦条的一个位置 它是两个是对上的 所以说呢要想撑出来的话呢 是要稍微的搬一下啊 是要稍微的搬一下 这个是不太不太麻烦 还是比较简单的 出于一点的是 就是这个整个的后杠 整个后杠的话 是仅仅是在这里面 有一个这样一个塑料的削的啊 就是它这睡觉真的很很陶巧 它的杠皮是附在上面的 然后用这个东西插进去 然后这块一拧就给锁上了 然后呢想拆的话呢 一拧就给拆下就行了 然后后面的保险杠 杠皮啊就能够拆下来了 就是它设计是很很巧妙的 那这个巧妙之处呢 不仅仅是在后杠上面 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但是其他地方都比较简单啊 都是一个就是卡扣卡的一丝也行 这个后面后杠是很好拆的 它的这个巧妙不仅仅是体现到了后杠上啊 侧门也是非常简单的 好跟大家去说一下侧门 好那我现在说一下前后门 前后门呢螺丝是比较多的啊 它设计比较结实 首先跟大家说的是隐藏的螺丝 这儿看见没有有一颗啊 这儿有一颗前后门都是一样的 然后下面是有两颗螺丝 就是这个扶手的下面是有两颗螺丝 然后在最下面后门是有一颗螺丝 前面是有两颗螺丝啊 就是靠给大家看一下啊 OK这边是有两颗螺丝 看没有两颗螺丝孔 然后这边有两颗螺丝孔 然后同样OK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螺丝孔 就是前面是有五颗螺丝 后门呢后面是有四颗螺丝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呀 就是说当你把这颗四颗螺丝拆下来以后呢 是有一个东西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这一个插头 这个插头想拆来的话呢 记住啊是要把这一个 是要把这个开关给拿下来以后 然后呢就能够从这给拆下来了 就从这拆了 然后我们前门呢 当时还傻不垃圾的 就从里面抠特别费劲 就是把这一个轻轻的翘翘 给大家去看一下它这个固定点 固定点是两侧 两侧的金属固定 固定完了以后 拆下来以后呢 这个这块拆下来 但是呢我跟大家去说明一点什么 就是说我想说它的 就是比较精妙之处 大家看啊 它整个全车前门 几乎是没有卡扣的 不要几乎啊 就是根本就是没有卡扣的 因为我们看到 无论是德系车日系车 什么什么 所有的啊都是有几个卡扣 一瓦一揪 一揪 那装配的时候呢 无论是装药还是拆药 都是比较麻烦 它沃沃的设计是比较科学 大家看啊 门上这些蓝颜色 或者是橘黄色的 都是挂钩点 都是挂钩点 那这些挂钩点 挂的是相应的这些位置 也就是说这辆车 在拆或装的时候 仅仅是需要把螺丝拆掉 然后把那根线 就我说这根线不太好 好拆这根线 拆下来 当然了还有一个机械的 这根拉线拆了以后 整个的门是可以直接 就给端下来了 它是用这种挂钩的方式 就给把门给固定上了 并且呢 还是用了相对而言 比较多的螺丝 供给的比较紧啊 就大家不用去 去考虑说这个挂了以后 这个门结实不结实 是不会的 好 这又是一个前后门的情况 那后门呢 也跟大家去看一下 跟前面一样 也是这种全封闭的门 同样呢也是这种挂钩 这前后门真的是很好拆啊 OK OK 好那这又是 沃尔沃的X440 一个简单的拆解方式吧 当然呢其实更多的 还是就说了啊 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它的一种设计风格 就是我们也是聊天嘛 就觉得它的这种设计风格是既不麻 既不繁琐 又为之后的装配或者是维修呢 就提供到提供了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 它是有点像法国的那种设计 但是呢和法国设计还不一样 我们在说之前说拆308的时候呢也说了 就说它这个拆装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呢它的拆装容易建立在比较繁琐的设计之上 而沃沃呢是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去达成了之后 我所需要简单的装配或维修的一个点 就像是之前我们可能听到了一个像话就是 比如说一个流水先生们 然后呢这个肥皂盒啊 就肥皂盒那个故事 然后呢有没有装上肥皂肥皂盒 那国外呢可能就是非常死亡的方式 去把这个空肥皂盒给弄掉 而国内呢就是拿个风探 就把这个空飞到这儿吹掉了 就类似于这个意思 行吧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了 这一个XC40在我们拆解工中呢 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啊 这个车呢的确不难拆 所谓的稍微有点麻烦呢 就是前杠那点稍微有点麻烦 行吧总的来说呢 这个车的设计还是比较 我会认为啊就算是比较赏心悦目吧 尤其是它的材质的使用 就是它那些卡扣的 就前面有些卡扣的使用 那些材质的还是挺好的 至少说对于我们拆解这一块来说呢 无论拆也好还是装也好呢 都算是比较顺手吧 也是算是比较简单就是拆放销 行 那这个的XC40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儿 我们下辆车拆解稍后 大家再见